大家好,我是George,洛士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斯维岛图 好的,我们上一讲已经介绍完了创建型模式的单立模式 那么今天这一节开始,我们将介绍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呢,具体分了一下三种 我们待会儿详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我们先回到PPT 工厂模式,工厂模式呢,分一下三种 第一,简单工厂,第二,工厂方法 第三,抽象工厂 好的,简单工厂模式呢,就是Simple Factory Pattern 它属于类的创建型模式 也叫静态工厂方法 它是通过一个专门定义的类 来负责创建其他类的实例 被创建的实例通常具有共同的负类 这是定义 好的,我们看一下UML UML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核心的有三种类 第一个,工厂角色 Simple Factory 它是简单工厂模式的核心 由它负责创建所有类的类部逻辑 当然工厂类必须能直接被外部调用 创建所需要产品的对象 这就是它的工作 本质上它就是去创建这个我们需要的对象 抽象产品角色 iProduct 就是这个 简单工厂模式所创建的所有对象的负类 注意 这里的负类可以是接口 也可以是抽象类 它负责描述所有实例所共同拥有的公共接口 就是iProduct的抽象产品 好,最后就是具体产品 具体产品就是我们这里就有ProductA,ProductB 然后它就是真正简单工厂所创建的具体的实例的对象 这些具体的产品往往拥有共同的负类 这里我们就看到iProduct是他们的共同的负类 或者说接口 好,UML就是这样的 好的,那我们就具体用一个实例跟大家演示一下简单工厂 首先我们打开Eclipse 好的,我们新建一个工程 就叫SimpleFactory 好的,首先那我们有了SimpleFactory之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Mine海数,对吧 好的,我们还是创建一个Mine 做一个打印 好的,我们还是简单的做一个执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数 那我们的场景是这样的 首先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抽象的产品的接口 那我们的名字就叫iFood 然后呢,它有一个方法叫eat 就是吃 然后我们这个抽象的产品呢,就是食物 它可以吃,对吧 然后呢,我们具体呢就有几个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薯条,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吃薯条,那好,我们先送件一个薯条 好,然后呢,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呢,把这个方法实现出来 eat 好,具体细节我们就不实现,我们做一个打印 就是我们用中文 好,我们吃到了 就是一个 好的,第二个我们再来个卖香机 好吧 那就是 amci chicken 然后 然后同样的也是实现这个 iFOR的结果 哇,EAT实现 做一个答应 还是用中文我们吃到了面脉相机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创建这个卖相机和这个我们的薯条 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叫麦当劳的 麦当劳的类麦当劳他就负责生产这些东西嘛 对吧 那首先他就有一个方法 首先他就有个方法 GateFOR 对吧 是public 然后呢 他是一个 改为一个iFOR 然后传入一个 Main 我们就做一个Switch Main 对吧 如果他要吃薯条 那我们就return一个 这个 如果他是麦相机 那我们就return一个 麦相机 对吧 如果是说他 他要点的东西我们不知道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给他返回一个 NAR 然后再做答应 我们不能生产这个食品 对吧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麦当劳就是一个简单工厂 他提供了一个方法来生产我们的食物 那我们顾客要去买的时候 只需要找这个麦当劳要我们要的东西 并不需要知道真正的 比如说薯条 他是什么生产的 这个麦相机他什么生产的 其实他不关心这个过程 好的 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实力 那我们有个可能对吧 到了麦当劳 麦当劳 我们有了麦当劳 好 我们有了麦当劳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有了麦当劳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要吃什么东西 我们要点餐对吧 好的 那我们要点餐我们俩的食物 好的 我们就从麦当劳来点 那我们 对麦当劳说这个麦当劳 我们要吃什么呢 我们要吃水条 对吧 然后 要做一个判断 看能不能给我们的东西 微空 那我们就把它吃掉 对吧 没问题 好 同样的 那我们还要吃点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吃 麦当劳之后 我们要吃麦当劳之后 我们要吃麦当劳之后 直接吃到了薯条 对吧 吃到麦当劳之后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不能生产这个视频 说明我们其实是不能生产很多机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简单工厂的一个例子 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PPT 简单工厂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说工厂内是整个模式的关键所在 它包含了必要的Python的文迹 能够根据外界给定的信息决定 它究竟应该创建在哪个具体的对象 然后呢 就是说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根据工厂内创建的实力 然后而无需了解这个对象是如何创建 以及如何组织的 它有利于这个软件体系的整个结构的一个优化 就是说对于我们使用者而言 简单工厂它隐藏了创建的过程 这样我们就只需要直接使用产品 从而优化了系统结构 好的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因为工厂内 它集中了所有实力的创建逻辑 就我们刚刚的这个 麦克当劳对吧 它什么炸薯条啊 什么生产卖箱机啊 什么甚至做汉堡什么的 都在它这一个类里面 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这个工厂出问题 那么所有客户端将受到牵连 由于简单工厂模式的产品是基于一个 共同的抽象类或者接口 所以说如果产品种类需要增加的时候 工厂内呢就需要判断何时创建何种产品 这样的话呢 它就违背了单一职责原则 导致系统上市的灵活性和可维护性 而且简单工厂模式 违反了开闭原则 我们之前讲的开放封闭原则 就是说对系统扩展开放对修改封闭 因为我们如果新增任何一个产品 那么必须修改工厂类 那么所以说工厂类就需要重新再编译一遍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在扩展的时候也需要修改 并不是对修改关闭的 是违背了这一原则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简单工厂模式实际应用 JDBC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它是提供上公司提供了一套加网API 方便我们加网去访问数据库的 然后呢其实它本质上就通过数据库的一个工厂 然后来生成真正的JDBC的实际的interface 对我们使用者而言只需要知道对吧 数据库连接了 比如说写数据读数据 对吧 插入数据 相处数据等等的操作 我们只需要 都调用统一的JDBC的接口 而实际的实现 比如说MySQL或者Oracle的实现 都是由我们这个 数据库工厂来把它创建出来 我们直接使用 这样呢我们实际的客户端 就跟真实的数据库达到了一个JL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去替换数据库的时候 就不需要改变任何代码 因为所有的差别其实都被封闭在了这个简单工厂这个里面 好的简单工厂模式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